2018年亚运会设计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结束决赛争夺,最终中国选手吴嘉宇和纪晓晶成功拿到冠军,这是中国军团在本次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今年4月26日,从韩国长远传来喜讯,纪晓晶和队友吴嘉宇在射连世界杯韩国战时敏气手枪混合团体项目中夺冠,并刷清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高出此前的世界纪录4.9分。 设计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第一组设计结束,中国选手吴嘉宇和纪晓晶以98.7分战略第一,展现了不复的状态。 随后第二组设计结束,韩国选手后来军上,以总成绩195.4环半超中国队战略第一,中国选手吴嘉宇和纪晓晶以总成绩194.1环战略第二,遭遇到了不小的考验。 第三组设计结束,韩国选手总成绩294.2环成绩继续战略第一,中国选手吴嘉宇和纪晓晶晶以总成绩291.5环成绩战略第二。 仅有一丝差距,对于中国队来说,机会还在。随后进入到残酷的美人各二强的淘汰赛进城,日本和哈萨克斯坦选手率先被淘汰,中国、韩国和越南已是前三。 二强淘汰决定冠军,可以说口人新鲜。 最终,吴嘉宇和纪晓晶表现稳定,利安喊过选手拿下了金牌,韩国盾获得亚军,越南获得几军。